同樣是為了歡慶佛陀成道 每一年佛光山的道場 都會烹煮熱騰騰的蠟巴舟 來和民眾分享 我們跟著鏡頭一起到海外 來看各地佛光人如何分享喜悅 熱騰騰蠟巴舟裝上配料超豐富 日前慶祝佛陀成道 佛光山道場以暖心蠟巴舟共眾 位在法國巴黎法華禪寺 以及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 法師義工集體創作烹煮三千五百多份暖心熱粥 他受到了供養 說起佛陀成道前 受牧羊女相助供養乳迷 伦敦佛光山助持妙多法師 帶領大眾深入蠟巴舟典故 這天信徒們回到道場團圓 熱騰騰蠟巴舟吃在嘴裡暖在心裡 我們抱持著供養心 煮蠟巴舟 希望大眾赐個歡喜 非常歡喜有這個姻緣來到 能登佛光山來吃一碗熱騰騰的 蠟巴舟 雖然外面的天氣很冷 但是我的心特別暖 辛苦你們了 辛苦 一箱一箱配送來到美國紐約 佛旺人傳說接到 把蠟巴舟送到民眾手中 部分宗教 種族共同歡慶 佛陀成道喜悅 女子的話他就是很和親 紀元大師2023星春末報仍和安康 富樂吉祥 傳遞人間佛教法許智慧 吃出新年平安喜悅 同樣在西萊寺與大眾結園 今年出動大批義工端出 一萬兩千多份蠟巴舟 實現幸運大師提倡的散口精神 有很多的義工 凌晨三四點鐘就來到寺院裡面 來煮舟 一整天他們也都要去成舟 伐舟 他們都是在做著無德無事空有不二 人我一如的紅髮工作 廚房裡忙進忙出 熱騰騰辣巴舟 傳遞人間佛教 歡喜與感動 西萊寺不只迎接信徒領舟 更分批送往會員家門口超級溫馨 佛光山南天講堂推出的 智慧拼圖線上遊戲 法寶節不只品嘗辣巴舟 更要認識背後典故 澳洲南天講堂展現智慧與創新 研發一款線上拼圖遊戲 手機掃描就能體驗 透過拼圖了解佛陀一生 接引信徒更歡迎遊客共襄盛舉 南天大學美術館滴水坊 為遊客端上辣巴舟 歡喜結下山音園 傳遞人間佛教 扎根澳洲福利社區居民 大展身手佛光人PK辣巴厨藝 金馬市攜手國際福音會南馬協會 由各分會組成18支隊伍 分工合作傳承廚藝與信仰 由住持如賓法師以及南馬協會會長林培傳等人擔任評審 佛光人學習主出辣巴舟的和諧精神 走上街頭布施共眾 東山寺佛卿傳遞喇叭溫情 透過一碗熱粥與民眾結緣 共同分享佛陀成道法喜 其願每一位賀粥有緣人都能佛會增長 在心中種下人間佛教 真善美種子 明天威視綜合報導